講潮流,並不是現代人的專利 在中國,原來不同朝代都有他們的時尚潮流指標 館長說有本古代潮流寶典送給我 等我這個小片帶大家看一下中國女士的千年時尚大趨勢 有了這本古代潮流寶典,跨越千年都不用坐時光機 透過這些不同朝代的朝物,可以看到以前的人的生活 為什麼?看文物都看到以前的人怎麼生活? 你看看這卷南京博物園收藏的一級精品 古代侍女行樂圖,可以看到以前的女士的喜好 由琴棋書畫到打千秋,速谷,奏樂,逗貓,放狗,頭狐,逗草 有凍又有靜,真是娛樂無窮 這幅長卷簡直就是當時女士的蕭閒娛樂大圖鑑 頭狐是什麼玩法? 是不是好像現在的啤酒遊戲《Beer Pong》? 其實有點像扔飛鏢 桃卷裡面一群美少女圍著個大銅鬍 將箭扔入戶口 這種頭狐遊戲原本是戰國時代 士大夫飲宴時的娛樂 到唐代再發揚光大 竟然深受貴族女子喜愛 真是可以做個潮玩專輯 說到潮流就不可以不提衣著 古代女子的服飾穿搭 又怎止漂亮那麼簡單 還可以讓你規探到她們的生活和文化 看這裏的衣著 有些現代朝人的身影 當然啦 好像漢代女俑梳了中間分界頭 頭髮向後梳成垂計 身上穿著上摘下闊的連身長裙 不說你不知 這種叫曲居心衣的裙 輕了五六百年 而唐代受到外來文化影響 唐代女士喜歡穿護服 聽胡樂、跳胡舞 花嶺、紮身的護服加對錦香 不知多潮呀 看完髮型、衣著 我猜一定不能漏化妝 這套就是漢代宮廷和富貴人家 用來執政個樣的美妝潮物 七指梳妝七蓮盒 大簾盒裡裝有七個分別是 馬蹄形、圓形、橢圓形、長方形、方形的小盒 用來裝胭脂、水粉等化妝品 有時還會放梳和假髮 咦? 這個還不是古代女子的美妝神器? 大家那麼識心裝扮 都是想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 打卡時都可以充滿信心 不過古人沒有手機 要打卡又可以怎樣呢? 原來只能夠畫畫高手幫幫忙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集等我小編穿越時空 找些畫家聊天 有哪些畫家? 當然不少得風流才子唐伯虎啦 記得追著看啦 拜拜 之後看哪些畫家 你就可以看那些畫家 自己在畫家